我叫了一个漂亮场花当女友,有一天我在一个废弃车间发现了她的秘密,她竟然约了几个精壮男人,在家里文静柔弱的女友,在这里竟如此的放纵,让我更加想不到的是,恐怖的事情还在后头,我的女友叫刘月是我们场里的场花, 我之所以进场,就是因为无意在场门口看到她,只一眼,就再也忘不掉了,刘月似乎刚洗完澡,大波浪头发散披着,身上随意套着一件纱纸开衫,里面黑色吊带,趁着腹肌白皙如雪,而且我眼间的发现,它里面是真空的,黑色吊带前面有两点突出, 在那些冒着绿光的邪恶男人目光里,她丝毫不在意,就那样昂头挺胸前行,靓仔,进场吗?包吃包住,有美女? 一张宣传报硬塞进我手里,我自然不会犹豫,直接报名体检,第二天就拎着铺盖卷,踏进集体宿舍,我以为刘月肯定很难追,没想到,只追了不到半个月, 她就钻进我怀里,这还犹豫什么?我借口太晚,进不去宿舍了,带着她去开房,刘月却非要两间房,并且还大方地掏钱,说不想让我破费,她这一番操作把我搞不会了,既然同意跟我搞对象。 不深入地了解一下,怎么能知根知底呢?你是不是觉着我是个随便的人? 刘月又是洗过澡后,站在我房间门口,她的身体散发着一股独特的香气,绝不是小旅馆里廉价香皂的味道。 她披着外套,里面的小背心被撑得鼓鼓的,一如我那用力掩饰,却即将要爆开的小帐篷,不是,我没这个意思。 我弯下腰,想要缓解一下那无法忍受的胀痛,我以为你喜欢这样。 我尴尬笑笑,努力不让自己去看她的身体,厂里那些工友说,我根本也不喜欢这样。 刘月红了眼睛,厂里那些臭男人,一张嘴比乡下的毛坑还臭,他们得不到我,就故意造我的黄瑶。 我,我骂过,可根本没有用。 她一哭,我立刻心疼起来,赶紧搂住她,月月,对不起,我真不知道是这样的,我保证再也不胡思乱想了。 你放心,以后谁敢再造谣,老子捶死她。 说着,弯起我那公二头鸡,你捏捏我这鸡肉,捶一个两个不是问题。 刘月伸手在我的肌肉上,轻轻捏了一下,柔软而又有些微凉的手指,让我忍不住打个哆嗦,你怎么了? 刘月满脸惊讶,满眼的天真,你冷吗? 不是,没事。 我不敢去看她的眼睛,我肯定不能告诉她。 刚才那个冷战是什么意思? 你,刘月还想问我什么,但隔壁房间突然传出奇怪的叫声,很痛苦,却又很享受,是不是有人受伤了? 刘月天真无邪地拉着我,我们快去帮帮她吧。 我能说什么?我只能尴尬地笑,刘月也不是傻子,看着我的脸色像是明白什么,粉脸立刻骚得通红,哎呀,你坏死了,你肯定要笑话人家了。 刘月转身就往她房间跑,我犹豫一下,立刻追上去,搂着她一起进了她的房间,我是个穷小子,父母去得早。 家里亲戚根本不过问我,唯一疼爱我的爷爷,也在几年前过世了,我学历不高,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,自然没什么钱,带刘月来开房,也只能选这种巷口里便宜的小旅馆, 这种地方,隔音的效果肯定极差,能来这种小旅馆的,也都是有某些需求的底层人,他们才不会有什么顾忌。 那个鬼哭狼嚎的声音,真是此起彼伏,刘月知道这些声音背后的意义之后,粉脸一直通红,甚至不敢正眼看我,我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,当然也不会趁火打劫, 何况这种事情,只有你情我愿才是根本。 所以,我就坐在跟他有一段距离的地方,试图说些别的话题,来缓解这种尴尬。 刘月,你到工厂多久了? 但我很快发现,我精神很正经,身体却很诚实,只一眼,我就感觉好不容易压下的火,又蹭蹭往上窜,刘月看我一眼,眼光却低垂,脸上闪现一丝疑惑, 我低下头,妈呀,又爆雷了,马克,不早了,你,你回去吧。 刘月显然也明白了,赶紧起身要送我出去,但他的外套本就是披在身上,这下直接掉落在床上,大片的雪白晃着我的眼睛,因为呼吸的急促。 两只大白兔飞快地跳跃着,我可是血气方刚的轻壮小伙,直接就扑过去抱住他。 月月,我爱你,我真的好爱你。 深入了解之后,我和刘月的感情就像烧开水一样,不断升温,开房这种事也就成了家常便饭,但我是新进厂的小工,工资不高,在便宜的小旅馆,每次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 虽然每次去,刘月都会快我一步掏钱,但身为男人,怎么能花女人的钱呢? 可不去小旅馆,我们都住在集体宿舍,我俩又是年轻人,这种欲望根本压不住,我想来想去。 决定在外面租间房,即能每天在一起,租房的费用又比去小旅馆少,而且还干净。 最主要的是,没有外界的干扰,刘月也许能放得开,从第一次开始,刘月就特别地文静,第一次的时候,我无论如何在卖力,他始终都是一声不吭,只有在无法忍受的时候,才发出猫叫一样微弱的声响。 两个人的事情,只有一个人使劲,怎么都感觉有些缺憾,而且第一次,刘月也没有落红。 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第一次,但如果不是,他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? 经历过这种事情,根本是瞒不住的,从工厂搬到我们的新家,刘月开心得相的孩子,房子不大,只有一室。 带着厨房和卫生间,他摸摸着,看看那,兴奋极了,一把抱住我,马克,我们有自己的家了。 是的,这里就是我们的家,以后我们想怎么样都可以。 我把刘月抱到床上,缓缓压下去,你想叫,就叫。 刘月还是一如既往安安静静,看着他潮红的脸蛋,我能感觉他也很愉悦,算了,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只要他好,我就好。 这天下午刚上班,班长就把我叫到外面,马克,你明早准备一下,去卫生室体检,不要吃饭喝水。 班长,进场的时候不是体检过了吗? 我有些纳闷,这才两个月,怎么又体检? 让你去,你就去。 班长有些不耐烦,哪这么多的废话? 又不花钱,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? 想反驳他,但想想自己还是需要这份工作,来维持我和刘月的生活费用,也就闭上了嘴。 晚上,我告诉刘月,我明天早上要去体检,又得抽血。 我坏笑着抱住刘月,抽那一管子血,得吃多少精华才能补回来。 老婆,今晚我要奋战到天亮,好好补一补。 体检 刘月柳梅威宁,用力推开我,体检你还不好好休息,赶紧老老实实地躺下睡觉。 没事,我又弯起我那街市的公儿头肌,你老公我浑身都是肌肉,体检简直太小意思了。 我再去抱他,刘月直接躲开,正色道,马克,如果你珍惜爱我,你就好好睡觉,好好养足精神。 我有些失落,但他也是为了我好,没办法,睡觉吧,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,猛然间让他吃白菜萝卜,肯定无法接受,我是想想好好睡觉,但就一个房间一张床。 刘月睡在我身边,身体散发着魅惑的体香,我能睡着才怪,我辗转反侧,忍不住又去抱他,刘月一下子跳起来,穿着衣服就要走。 我赶紧求饶,一边冲进卫生间,狠狠冲的凉水澡,彻底打消那股邪火,刘月这才重新躺下来,但还是放了一床被子,隔在我和他之间。 刘月睡没睡我不知道,我反正是一夜没睡好,只想赶紧添亮,赶紧体检完,然后回家抱着刘月好好打个妆,我们这个工厂,看着没多大,百十口子的工人,车间加宿舍食堂之类的,也就是一栋五层小楼。 但卫生室却特别豪华,卫生室不但设在一个单独的院落,而且各种医疗器械设备齐全。 甚至还有手术室,据说曾经有个工人突发心脏病,幸亏卫生室设备齐全,才减回一条命,我们厂长江伟,一个又矮又肥的胖子,在全厂大会上经常喊的口号就是,厂里所有的工人都是兄弟姐妹,他一定不会让你们出任何意外。 这样的话,听听就行,我们穷人是穷,不是傻,我以为就我一个人体检,结果我到的时候,里面已经有人在排队,一个瘦子排在我前面,看着脸熟,但没打过交道,这家伙脸色发黑,瘦得像个刀狼,我怕自己稍微喘口粗气,都能把他给吹飞了。 这种小体格也可以体检,我真后悔,昨晚没坚持,做打妆运动,瘦子上下打量我,嘿嘿一笑,你就是敞花的新男友吧。 什么意思,什么叫新男友,刘悦有几个男友,我明明就是刘悦的第一个男友,你说什么? 我变了脸色,一把揪住他,大青早没刷牙,嘴怎么这么丑。 呦呦呦,还翻脸,瘦子丝毫不拒,怎么? 听到实话挂不住脸了,想打我。 打呀,你打我一下,我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。 这还真是大实话,我见过太多这种不要脸碰瓷的。 我恨恨放开他,转身就往外面走,我宁可不体检,也不想跟这种人纠缠,瘦子却死跟我不放,趁我不注意,他还掏我的口袋,你想干嘛? 我一把捏住他的手腕,手里什么也没有,信不信我真会揍你。 你敢吗?瘦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别看你这么大的块头,根本就是个损货,你动我一下试试。 我能惯着他,当时一巴掌就拍过去,差点没把瘦子打飞了,干什么? 你们干什么?卫生室门口的几个保安立刻冲进来。 两个架住我,一个拉住瘦子,厂里花这么多的钱给你们体检身体,你们还闹事要不要脸。 我指着瘦子,是这家伙挑衅我。 你就是个耸货。 瘦子还在骂,我又要冲上去,被保安死死架住,再打架,就把你们全开除。 耸货,耸货,窝囊费,就会捡别人的破烂,穿别人用过的破鞋。 瘦子骂得更凶,我如何能忍住,凶狠发力,从保安的质术中挣脱出来,狠狠一拳砸在瘦子的脸上,鲜血绊着牙齿,飞到半空中,瘦子被送进医疗室。 而我,因为太凶悍,来了四个保安才把我压住,然后把我关进一间密封的小屋子里,门也被锁上,放我出去。 我狠狠砸着门,凭什么锁着我,是那个瘦子嘴贱,我是正当反击。 等厂长来处置你吧。 保安走了,我冲着墙壁砸出几拳,发泄着心中怒火,我他妈的一大早招谁惹谁了,一大早就让个瘦子骂得这么狼狈,我也纳闷了,我又不认识这个瘦子,体检的人这么多,他为什么要骂我? 难道因为我是刘月的男朋友,他在嫉妒我,就冲他那个长相身体,他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自不量力。 想到这里,我准备给刘月打个电话,毕竟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全场,我不想让刘月担心,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却无意带出一张纸条,轻飘飘落在地上。 我猛然想到,刚才瘦子掏过我的口袋,我忍不住捡起那个纸条,兄弟,我看你这么年轻,真不忍心你落到我这个地步, 我真心地劝你,赶紧离开那个女人,想办法从这个场逃出去,能跑多远跑多远。 这是什么意思,外面传来脚步声,还有胖长长江伟气急败坏的声音,怎么回事,怎么能打起来? 马克有没有受伤? 他把那个瘦子打伤了,我们不确定他有没有受伤。 我只关心马克,如果他受伤,你们一个都别想好过。 这又是什么意思,我为什么不能受伤? 而且,我就是个小工人,江伟堂堂一个大厂长,为什么这么关心我? 我再看看那张纸条,仔细回想一下,确定从没有得罪过这个瘦子,甚至也没打过交道。 他费尽心思,为了给我这张纸条,就为了让我揍了一顿,这有点不合情理,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。 已经没有思考的时间,我心一横,直接把纸条扔进嘴里,妈的,也不知道瘦子写纸条的时候是不是抠脚了。 这纸条又臭又闲,门被打开了,江伟一脸干笑地进来,马克。 气坏了吧,那个瘦子脑子有点不太好,经常没事找事。 你怎么样,没事吧,厂长,谢谢你关心我,我没事。 说着话,我故意抬手去挠头,我的手在刚才击打墙壁的时候,被撞伤了,伤口不大,但因为我年轻,血流得很多,所以显得很严重。 江伟一脸上的笑容,一下子僵在那里,马克,你的手,怎么了? 医生赶紧叫医生过来。 我的手被包上厚厚的纱布,江伟让我住在卫生室二楼的病房里好好休息,我答应下来。 这点小伤并不算什么,但瘦子那张纸条让我心烦意乱,如果瘦子说的是真的,刘岳和这家工厂对我有危险,那危险是什么? 我一个穷小子,无钱无权,除了长的帅点,没有任何的存在感,扔在人群里立刻就会被淹没的那种。 我会对刘岳和厂长构成什么威胁,如果瘦子就如厂长所说,脑子有问题,这张纸条根本就是个恶作剧,他为什么偏偏选我,思前想后,我决定找瘦子问个清楚。 但既然他以这种方式传递消息给我,我当然不能光明正大的去找他,我知道瘦子在治疗室,我答应住下来,也是为了找机会接近瘦子,我举着自己的双手在走廊里溜达。 趁着没人,我赶紧跑到治疗室门口,从玻璃门往里面看,玻璃门是磨砂的,看不清里面的情形,只是里面模模糊糊,好像有几个人影,我也可以清楚地听到瘦子压抑的声音声,我想要推门进去。 但手碰到门把手又缩了回来,因为我听到姜伟的声音,晚上再抽一次就处理了,今天差点就坏了我的事,这家伙留着也是个祸害。 我惊出一身冷汗,赶紧跑回自己的病房,瘦子,有危险,下班后,刘月来看我,他还给我打了饭,都是我爱吃的菜,马克。 看着我被包成木乃伊的双手,刘月眼泪一下子涌出来,你怎么这么傻呀? 他们想说什么,就让他们说去,你为什么把自己弄伤啊? 你知不知道,我听说你打架受伤,我有多心疼。 刘月轻轻捧着我的双手,小心翼翼地吹着气,我小时候受了伤,我妈妈就这样给吹吹,就不疼了。 我也帮你吹吹,我的心一下子融化了,瘦子的提醒瞬间扔到脑后,我抱住刘月用力亲了好几口,老婆,我没事,其实伤不重,就是血流的比较多。 你的血那么珍贵,刘月突然就把底下的话咽了下去。 拿起饭菜,你昨天还说,一管子血要吃好多精华才能补回来。 这次流这么多的血,赶紧好好吃饭,饭又不是精华。 我黑黑笑着盯着他,你才是我需要的精华。 刘月脸一红,娇撑地打了我一下,油腔滑掉,赶紧吃饭。 老婆,我拿不起来,你喂我。 刘月为我吃过饭,又用湿毛巾帮我擦了脸,让我躺下好好休息。 老婆,我不想休息,我,刘月却脸色一沉,别胡思乱想,你的伤没养好之前,什么都别想。 刘月这么关心我,看来那纸条应该就是瘦子的恶作剧,我决定等下再去找瘦子。 好好的教训教训他,但吃过饭后,我却突然觉得很困乏,躺在床上,嘴里还跟刘月聊着一些夫妻话,眼睛却已经睁不开,然后很快就进入酣睡中,这一觉直睡到天蒙蒙亮。 我才行,站在窗前,我伸个大大的懒腰,目光无意撇到楼下,人一下子就僵在那里,地面上有一个干干的人形,他的周围是一圈触目惊心的黑色浓稠液体,我直接就冲了出去,是瘦子。 他本来就说,现在更加的干瘪地趴在那里,黑血散发着浓烈的腥臭,来人,来人,我仿佛被人掐住喉咙。 声音憋在嗓子里,根本发不出去,我又跑向值班室,用力砸着值班室的门,但里面的人睡得太死,情急之下,我拿起砖头就把玻璃砸碎了,干什么,你想死啊。 值班室的保安跳起来,衣服都没穿好,拎着电棍冲出来,我撒腿就跑,看着地上瘦子的尸体,保安也是吓得直哆嗦,怎么,怎么会这样,还愣着干嘛,赶紧报警啊。 我提醒保安,保安这才哆嗦地往值班室走,但两条腿都绊在一起,一步一跌,短短百米的距离,他硬是走出马拉松的感觉。 很快,就有人来了,但来的人不是警察,而是胖厂长江伟和几个保安,他先是看看我,脸上闪过一丝不可思议的惊讶,随即嘴角微调,似乎在窃喜,他的工厂死人了,他还能笑出来,马克,你没事吧? 江伟第一时间还是关心我,我们会处理的,你先回去休息吧。 可是,他,他脑子本来就不好,我们也都尽能力帮他治病,但出了这种事情,我们也没有办法。 江伟叹了一声,你们好好处理一下,生前受罪,死了别再让他受委屈了。 是,厂长,几个保安恭敬地答应着,迅速处理起来,虽然我心里很难受,心绪也非常乱,但我还是有些疑惑,这几个保安处理瘦子尸体的时候,手法特别地专业,好像受过专门训练,是我受到惊吓,想得太多了吗? 瘦子死了,但前院的工人并不知道,他们还在正常地上班工作,而我,坐在病床上,只感觉浑身一阵阵发冷,我再次想到,瘦子偷偷给我的那张纸条,还有昨天瘦子压抑的呻吟,以及江伟那句,晚上把它处理的话,我现在怀疑,他们害死了瘦子,马克,怎么? 不舒服吗?刘月拎着热气腾腾的包子豆浆进来,伸手在我额头摸摸,昨晚没睡好吗? 我紧盯着刘月,瘦子,死了。 刘月的脸上并没有任何异常,语气也非常平淡,我听说了,她是脑子不好想不开,自己跳楼的,和你没有关系,你别害怕。 真的是她自己跳楼吗? 不是自己跳楼,难道还有人推她? 刘月轻笑几声,你赶紧养好伤,早点回家,我看你再住几天,脑子也跟瘦子一样了。 我没来由地哆嗦了一下,这句话让我莫名地害怕,刘月去车间干活了,我躺在床上,拼命忍着,不让自己往楼下看。 但还是忍不住,楼下已经处理干净了,除了空气中,还弥漫着淡淡的血腥气,一切都恢复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 很快,楼下就来了十几个人,我听着声音,像是过来体检的。 这些人,有年轻轻壮如我的,也有瘦弱枯干如瘦子的,年轻人满脸朝气,生龙活虎,而瘦干的人,双眼无神。 看向年轻人的目光中,似乎透着怜悯,我再次想到瘦子的纸条,瘦子,一定想要告诉我什么。 我偷偷溜进治疗室,显然有人已经收拾过这里,病床收拾得整整齐齐,屋里没有任何瘦子留下的痕迹。 我失望地走出治疗室,瘦子留下的谜团,到底是什么? 晚上,刘月带着饭来看我,他温柔地一口一口地喂我,然后又帮我擦擦脸和身体,看我睡眼朦胧的样子。 他扶着我躺下,胸前柔暖的喧软碰到我的脸颊上,我身体有些兴奋,却根本睁不开眼,嘴里嘟囔两句,就沉沉睡过去。 马克,马克。 我听到刘月叫了我两声,然后走出了房间,在确定他的脚步声远离之后,我强忍着巨大的困意,冲进卫生间,手指在喉咙里用力抠着,把刚才吃的饭全都吐出来。 从治疗室出来,我在走廊上无意听到姜伟和医生的对话。 昨晚用了多少安定,他怎么醒得这么早? 两天,这已经是常人最大的极限了,再多就会出问题。 这小子体质可以,我果然没看错人。 联想到昨晚我一觉睡到大天亮,这是从没有的情况,我有理由怀疑我的饭里被下了药。 所以,在刘月来之前,我在手心里悄悄藏了根针,在我困意难耐之时,我就狠狠握紧手心,疼痛使我可以稍稍恢复清醒。 等到刘月离开,我迅速抠出这些饭菜,虽然头还是有些昏沉沉,但我勉强还能撑住。 我透过窗户看着刘月,走出卫生室大楼,但他此时并没有向前面大门走去,而是转向卫生室的楼后,那里是早已废弃的车间。 他去那里干嘛,我把被子整出一个人形,然后迅速下楼,悄悄靠近废弃车间,一阵浪声艳雨从里面传了出来。 骚娘们,那小子几天没喂你,现在是不是饥渴难耐了,找我们搁几个来消消火? 就是,有了新欢就忘了救人,你可别忘了,没有那小子之前,我们可没少给你交定。 我悄悄凑到一个缺口,往里面看,几个精壮男人把刘月围在中间,而刘月此时也已经一丝不挂。 身体以一个妖娆的姿势挂在其中一个男人身上,哪这么多的废话,您几个人都抵不住马克一个人,还好意思在这里吹嘴皮子。 什么,我们抵不过他,今天哥几个,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,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。 几个男人立刻抚在刘月的身体上,刘月顿时发出欢快的笑声,愤怒让我差点失去理智,捏着拳头就要冲进去。 这个女人,把我骗得好苦,什么文静纯情淑女,就是个彻彻底底的贱人,但手心传来的疼痛让我又冷静下来。 她为什么要骗我,难道就因为我年轻力壮,功夫一流,能满足她,但显然不是,这几个家伙,岂不是让她更嗨,今天早上,那些体检的人,又浮现在我眼前,年轻力壮的,瘦若枯木的。 而我那天体检的情形,好像也是如此,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差别,晚上再抽一管,就把它处理了。 耳边猛然想起这一句,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,我想起来了,我曾经受过伤,做手术的时候,医生说我的血型比较稀少,一瞬间,我似乎明白了什么,我扭头就跑,却无意中撞到散扔在地上的零件。 发出叮当的声响,屋里的浪声戛然而止,有人在叫,有人偷看。 赶紧出去,我此时什么也顾不上,飞奔冲向卫生室二楼,迅速钻进被窝,发出憨声,片刻之间,病房的门被人打开,杂乱的脚步声,走来到我床前。 我努力不让自己慌张,保持着均匀的憨声,时不时还冒出一个呼噜,马克。 刘月温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,我告诉自己,不要动,千万不要动,但我感觉被子被掀开了,一只柔弱无骨的手伸进我的衣服,在我的腹肌上慢慢流走着,然后直奔主题而去,我是个男人,血气方刚的精壮小伙,虽然我心里在害怕。 但身体是诚实的啊,还不行吗? 刘月突然手上使力,我疼得一个哆嗦,赶紧坐起来,努力挤出一丝笑,月月,你怎么在这里,你要陪我吗? 是啊,我来陪你。 刘月冷冷盯着我,曾经天真的眼神,此时闪现着阴毒,她的衣服并没有穿好,外套只扣了一个扣子, 里面完完全全都是真空,而下身,竟然光着,如果早在三天前,她如此地打扮,我一定来个恶虎扑石,把她吃干抹净,而现在,我只感觉到害怕,哪怕她在美丽,也是一条毒蛇,为什么,为什么你们要选我? 我光溜溜地被绑在废弃车间内,我以为这是一个废弃车间,外面到处扔着生锈的零件,车间里外也都是破烂不堪, 但里面却另有乾坤,江伟身穿白大褂,手中的手术刀在无影灯下闪闪发光,而刘月,面色阴厉站在旁边,同样也穿着白大褂,不同的是,她里面依然是一片真空,知道你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强壮吗? 江伟笑的眼睛几乎合了缝,因为你是世界罕见的超级血液,不但有极强的免疫力,而且还可以杀死病毒,看看这个身体,强壮的公二头肌,完美的腹肌,还有这结实的大腿,江伟发出赞叹,嘖嘖嘖,还有这个宝贝,简直就是人间极品,时间不多了,赶紧吧, 刘月冷冷地打开一个盒子,里面顿时冒出森森冷气,客户都在等着呢,你,你要干什么?你的这具身体,简直就是一块行走的黄金,江伟举起手术刀,描向我的腹部,一个肾,二百万,心脏四百万,你,你要干什么?放开,放开我。 眼看着手术刀就要落在我肚子上,我忍不住大声咒骂起来,你们还是不是人,都要把老子大谢八块了,临死也不给老子打个麻药。 麻药影响质量,如果你怕疼响叫,我们会堵上你的嘴。 我,底下的话还没说出口,我的嘴里就被塞进一个软绵绵的东西,带着奇怪的香味,江伟再次举起手术刀,我眼睁睁看着那刀滑向我的肚皮,我眼睛一翻,人就昏了过去,昏尘中,有人在拍打我的脸, 一张丸是不公的脸,笑嘻嘻出现在我面前,我立刻闭上眼,嘴里狠狠骂了一句,操,你还是不是人,就不能早出来一会。 把老子吓得都缩了,缩了,也比正常人雄伟。 刘业扔过来一摞厚厚的钞票,这次表现不错,立了大功,下次继续努力。 他妈的,老子差点把小命搭上,就这点钱。 你要知道,老子一个肾就能卖二百万,二百万,不要还给我。 我赶紧想把钱塞进口袋,却发现我还光着屁股,赶紧跳起来。 变态,你还好这一口? 你看我,一高兴就忘了。 刘业把我衣服扔过来。 对了,你先休息两天,外室还有一个案子,在等着你。 有美女吗? 有,好几个。 刘业眼光落在我的雄伟上面,你小子天生就是来当种马的吧。 管他说什么,只要有美女,只要有钱赚,叫我什么都行,顺着姜伟和刘业这条线, 警方破获一起重大的买卖器官案,捣毁施余家和这案件有联系的地下血苦交易点, 一时间热搜不断,江伟和刘岳被判处死刑,立即执行。 其余的犯罪分子也都分别被判中刑,据警方给出的数据,仅在2022年这一年。 这家工厂内就有30位员工遇害,他们先把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小姑娘骗进厂里。 然后以体检之名,为每个员工定制档案,普通血型而又年轻的员工慢慢养着,普通客户有需求, 他们就成为工体,稀有血型身体不太好的,被当成血库,每个星期抽一次, 然后卖给中等档次的客户,像我这样,既有难得的血型,又拥有强壮的身体,就联系土豪级别的客户,把我大卸八块。 然后像猪肉一样,一块块卖掉,那些被嘎了器官的员工,因为怕法医验尸的时候,发现端倪, 他们就把尸体弄碎,然后处理掉,抽干血,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,就为安定。 然后从楼上扔下去,造成自杀假象,虽然警方也进入调查, 却没什么头绪,厂方给出的结论就是员工生活压力过大,导致他们跳楼。 而那些自杀的员工,几乎都是像瘦子那样的类型,这也就引起刘烨的怀疑, 于是,他找到我,我是一名县人,在做县人的时候, 我所有档案都被刘烨抽出来,所以,他知道我所有的一切,包括我的血型。 爱好,刘烨找到我,问我愿不愿意做儿子,查出幕后真相,我问他,有美女吗? 他说,有,就把刘烨的照片发给了我,我当时眼前一亮,这个女人,够喂,于是我就来了, 虽然这次给的线人费不高,但也挺销魂,本来嘛,我就是个烂人,父母走得早, 唯一疼爱我的爷爷,也在几年前过世。 所有的亲戚都当我是个垃圾,都离我远远的,生怕我带给他们晦气,我想要生存, 但我没有高学历,也没有一技之长,我唯一的资本,就是不知道什么型的奇怪血型, 强壮的身体,还有年轻男人该有的欲望。 所以,我觉得做线人挺好,至少,抓获那些恶魔的时候,我也出了一分微薄之力。